在古書上講過一個國外的 這個國外的一直跟我們生死 說在兩種為 一個大陸人家 一大陸人家 一生一個人 這個人是兩個書籍 一個人 所以大陸人家去做什麼事呢 做難給貨買慢 從地方買到農方 把它買掉 然後再從南方買東西到地方把它買掉 在這裡上去 所以我根本就要去三代總長了 那我老人就要臨終之前 他把他回去交過來 他說我現在的 這個病氣不好 我臨終之前要交給你的長腳記報 他說 從這個庫房裡面 讓我去找個衝動 他說我這個衝動 我就做過手腳 我交了水瑜在裡面 所以呢 我每一次欠東西的時候 看起來都比原來重 所以我的財富就比較有積極的 他說去林峰 自己拿著他這個衝動 照顧他的衝動 這個衝動 這個衝動 他受了這個衝動 他受了這個衝動 吃飯之家 畢竟一致 其實不衝擊一下 畢竟一致 這樣就要遭殃了 所以他趕緊 把這個衝動燒掉了 很感動 燒掉以後 他都跑到睡覺幾張天神 報告 他說我附近做措施了 我現在是南昌文 我幫你掃了 我從去以後 我不再做這種科技術 我讓我正常做賣賣 因為這個兒子 把這個衝動燒了以後呢 沒有多久 他肯定要死掉了 然後這個 這個兒子就是 因為他說我做了十三次 為什麼要招十三次 他還跑去跟天神過去 到了晚上的時候 生神在報告就出現了 他說你們家的父母 跟你爸爸 就是從頭去的時候 沒有關係 你爸爸過去的時候 本來就跟父母 但是他加入這個生命以後 直接給他兩個代價 就是你們兩個代價 就是你們兩個代價 所以我兒子本來應該長大以後 把我們家長都敗光了 所以我怎麼會很害怕 現在我一定要學歸分 所以你一個人 你這兩個人是多 你一定要抓去 你把我們的軍事下去 你後面把他們送給你的孩子 所以要把他們送給你的孩子 所以要把他們送給你的孩子 報恩 然後後來也過來 用什麼樣的關係 我都跑不了 所以 所以我們要注意我們的音頻 當你人生面臨選擇的時光 外境比較重要 還是內心比較重要的時光 你要做出正確的態度 你要犧牲外境 保護你內心的善良 我叫你怎麼說 你死亡 你死亡的時候 你的內心是永久的 你死亡的時候 你的內心是 這個虛呢 不必是貫穿到人生的